那個男的也是一直嗆聲 一直放掉說要回來打他 要揍他 要殺他什麼 就傳訊息給房東講 然後我說你要不要注意一下 那一對情侶 然後就是房客要慎選 請他不要影響到我們的居住品質 你知道房東回我什麼嗎 他說好的 葉小姐 以截圖轉告美式情侶 感謝告知 我傻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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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我曾經有一次是 那時候貪便宜 就我學校在新北市 我在台北市工作 那我就找了一個中間點 我就租在那個 萬華最外圍的那邊 對 那大家聽到我要去租萬華 就覺得說那邊可能治安不好 而且連停下來等公車都不敢 一停下來人家就問價錢嘛 對 問價錢 我很開心的 我就找到那個警察局的隔壁 我想說這現在治安安全了吧 漂亮喔 然後那邊又方便嘛 又捷運站又鬧區嘛 結果一住進去那個晚上 就開始會有一些喧鬧聲 因為那附近的人都玩到很晚啊 然後呢 夜生活多 對 就想說半夜 都是警車的聲音 他們就出去啊 又回來出去又回來 就半夜不能睡 然後我就想說 好沒關係 那這裡我就先忍一下 起碼那個地點聽起來好 也熱鬧跟方便 結果後來我真的搬走原因是 有一次我妹來找我 然後早上六點多要去搭捷運 要回學要上課 因為那邊白天算人比較少 結果他在街角的轉角 看到那個流浪和街友 轉角遇到愛 我跟你講那個街友真的遇到愛 看到我妹妹對著我妹妹在打手槍耶 我也嚇到嚇死了 他有戴眼鏡嗎 會不會是瑪莉 他有戴眼鏡嗎 會不會是逸祥在那裡殺蛇 是不是 嚇死了 我還想說 那時候我還會特別注意 就我有一次真的是比較晚回去 就一個男生穿那種大外套 就好像隨時會對你漏鳥 你知道嗎 他一直走在我後面我超害怕 後來我就趕快把他搬走了 對 這沒辦法啦 環境 真的 我那時候租套房 但是是分租 就是一個獨立門牌 他可能裡面隔了四間大套房 可是我隔壁那一間就是一對情侶 然後很愛 他們的感情室我都一清二楚 雖然不認識 為什麼 因為他們感情好的時候 就夜夜聲歌 就每天都在叫啊 然後拍牆壁啊什麼的 我都聽得到 吵架就大吵 就裡面 摔東西 那有一次我們像洗衣服的地方 是在外面 我有一次就是要出去洗衣服的時候 他們吵 吵到那男生可能要走 所以就房門是圍開出來的 那個女生就一個玻璃杯 就直接這樣砸過來 我真的被嚇到 然後就直接破在我腳邊 就兩個吵的是 那個男的也是一直嗆聲 一直放掉說要回來打他 要揍他 要殺他什麼 我心裡真的超擔心 我就想說完了 會不會今天晚上半夜 我們家會有血案發生的 我很緊張 然後我也覺得這樣的居住品質太糟糕了 於是我就回房間的時候 我就傳訊息給房東講 然後我說 你要不要注意一下那一對情侶 然後就是房客要慎選 請他不要影響到我們的居住品質 你知道房東回我什麼嗎 好的 葉小姐 以截圖轉告美式情侶 感謝告知 我砸眼 我砸眼 我說你是 我真的沒有 這個房東是在創 他真的 他就是年紀大也不知道怎樣 老人家不太會用手機還是什麼 不會複製貼上 就想說可能 他小朋友教他截圖 你們去聊吧這樣 天啊 你出賣我出賣成這樣 我也很懶得跟他講 我真的很緊張 我就... 就趕快搬走了 可是我們還有押金啊 你也不能馬上搬 我從那天開始 我就很小心 我很怕遇到他們兩個 我回去後 趕快門就鎖緊 然後要出門前 要聽聲音 看到門有沒有要出來 就有一次我外面進來的時候 我要開房門的時候 好死不死大門 他們兩個鎖緊 哇 我想說 阿翔賽阿翔賽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這樣 趕快去趕快開 那個男的就是有點流裡流氣 他看到我他就很直接啊 他就直接這樣走過來說 哎呦 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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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厲害喔 他不是對我講 他就是從門口要走到他房間 一直講 說厲害 厲害 打給你死 他就一直嗆 這個時候又沒路躲 狹路相逢 天啊 然後我就很尷尬 我也很怕說 我也很怕 我就趕快開門 趕快進去 然後房門把他鎖起來 你直接跟他衝上了 你躲也躲不了 你知道我爸爸是誰嗎 誰 誰 讓他去想 或者直接嗆本名字出來 反正他應該不認識你吧 他也在想 重點是 你不要再問了 他不是 葉問 木人莊 一個打十個 好 沒事 好 Eason 好了 沒有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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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集都沒有讓他發現 對 對 好了 真的很強 運動一下 如果當年在士興大學的時候 我睡過一段時間宿舍 那男宿通常是四個人住在一起的 會有兩個上下鋪 對 那當年是大學 大家都是年輕人 那只要是年輕人 都一定會要偷尻尻 就對男生來講 那在宿舍你有室友 導致你沒辦法偷偷做這件事情 導致你只能晚上做 然後我們最上下鋪 如果下面在做的時候 會非常明顯 因為你整棟他都會搖 不管他多麼小力 你還是會覺得會搖 那有一天呢 我在上鋪在睡覺的時候 我又聽到下面在晃動 那我就十有八九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卻沒有聽到他抽衛生紙 那個 那一聲 打不出來 結果 不不不 他把 他弄出來的那些東西 不可能吧 不可能吧 我覺得可能他比較少還幹嘛的 他就弄上去 然後我也沒看他去廁所 他就睡著了 然後那個男生非常有名 就是大家都叫他打槍俠 打槍俠 在那整層的樓管都知道他 然後後來他就沒有人跟他一起住了 有一次我要從我們家回去的時候 我要坐電梯 要從一樓坐到八樓 然後就坐到三樓的時候 突然電梯門打開 然後打開的時候是那個 三個醫護人員 抬著一個單架進來 那個單架是沒有人的 就三個這樣 然後我想說 我要上樓 結果那三個醫護人員進來以後 就說你可不可以幫我 逼那個電梯 就從三樓逼到四樓 我就說 你們是救護車怎麼還跑錯樓層 這也太不專業了吧 那人命關天這樣子 結果那醫護人員就沒有多講什麼 他就說沒有啦 就是那個去四樓比較好做這樣 我也沒有多想 然後我就回家 結果回家大概過了十分鐘 我朋友傳新聞快訊給我 他說他看到那個快訊說 我們那一個區域有人 剛剛跳下來 然後他跳下來的時候 卡在三樓的遮雨棚 然後我那時候才想說 難怪那個醫護人員要 叫我從三樓按到四樓 因為他卡在三樓遮雨棚 他可能去的三樓抓不到 所以要跑到四樓去 去釣他這樣子 然後我才想到這件事 但是我看到新聞的時候 已經寫說那一個人就是不自身亡 對 然後這件事情我就覺得 我就是覺得毛毛 但我沒有多想 結果呢 就剛好再過了幾天之後 有一次半夜 因為我們到晚上電梯要保養 就可能兩台保養 只有留一台 那我要出門 就電梯到四樓的時候 就一直上 箭頭上 他一直就沒有動啊 我想說奇怪 因為我們大樓 是彼此都不會互相來往 其實都不會有人 就是什麼幾樓到幾樓串門子 不會 就一樓跟你加這樣子 我想說這個時間 怎麼會有人要上 而且他就卡在那裡 卡了很久 卡了大概五六分鐘 我計程車都到了喔 後來我就想說算了算了 我就走樓梯 我就從八樓跑到一樓 到一樓的時候我跟管理員講 我說那個四樓為什麼 他是半夜搬家還是怎麼樣 他也佔用電梯太久了吧 你不要跟他講一下 結果管理員聽我這樣一講 他開那個監視器 電梯是沒有人的啊 就電梯沒有人 然後他就一直卡在四樓那邊 然後我嚇到 結果我就想到那一天 那個醫護人員的事情嘛 然後我再看一下日期 剛好是第七天 然後我就不敢多講話 我就趕快出門 然後我就 這次就沒有了 好